王小菲和大S去年11月离婚 她日前因为拖欠前妻大S离婚协议中 谈定的500万元生活费 遭到大S提告 双方也因此开战 王小菲连续多天失控在微博发文 攻击前妻大S和她的家人 她炮轰小S是踩在姐姐脑袋上的小丑 还指称她平时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而且是在没有经过医生处方的情况下服用药物 她还爆料小S的老公徐亚军 在上海养了好几个女人 对此小S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不过最近却有网友到她的社群平台留言讽刺她 在自己的婚姻里第三下四忍气吞声 却在自己亲姐姐的婚姻里上穿下跳 对此小S不忍了回应对方过奖了 简短三个字让这位酸民立刻闭嘴 超霸气啊 Podcast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POSIÓ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